爸爸 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小赛罗为什么大晚上坐在路边失落呢 事情还得从下午放学说起 同学们 放学回家后别忘了先把作业写完哦 你们就在这排好队等着家长来接啊 卡米拉老师 我来接小迪家放学了 老师同学们再见 哎 小迪家的爸爸今天又是第一个来接他的 好羡慕啊 卡米拉老师 我来接小孟比优斯放学了 今天真是麻烦您了呀 老师同学们我们明天见啊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小赛罗 我爸爸也来接我了 你爸爸怎么还不来接你啊 我爸爸比较忙 他总是来得比较晚 你先走吧 小赛罗看着同学们一个一个被家长接走 心里开始失落起来 大家快给他三朵鲜花安慰安慰他吧 小赛罗 你爸爸怎么还不来接你啊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你啊 卡米拉老师 我爸爸比较忙 他每天在外打拼很辛苦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老师再见 小赛罗不想让老师担心 就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坚强 可是没走多远就开始难过起来 他也希望爸爸第一个来接他 大家快给他点小红星 安慰一下他吧 他越想越失落 就坐在路边哭了起来 他相信爸爸一定会来接他呢 可是 等到天都黑了 赛罗也没有赶过来 大家还是给他点赛罗表情包 帮他召唤赛罗吧 小赛罗 你怎么在这啊 实在对不起啊 儿子 今天光之国开会结束得太晚了 现在才来接你放学 没事爸爸 你也是为了给我更好的生活 走吧 下次尽量早点来接我就行了 赛罗看到儿子 突然变得这么懂事了 呆呆地愣在那里了 小伙伴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放学接你晚了 你能理解他们吗